江西回来以后做什么的 商店营业员 就江西回来以后就商店营业员 期待我 也不上班 工作我到16岁下考 生意不好 把店都关了呀 不过现在也是一样 关了嘛你就下考了 想拿一点生活补贴 一直到60岁 把你安排 美学费 什么商场 没了 这个行业也没了 我们这个行业 我老婆的行业讲得清楚 我这个行业 那七八糟 在那个什么 杂货店 后来又有病点 赚钱的病 亏掉了赚钱的病 关了多少单位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把这都归到那个 我家养老金这边做 不会单位管 我们今天下岗 就回来了 回到街道里面 以后做啥呢 退休 我们实际上 现在就等于没有单位 那要是算工龄的话 有多少年 30多年了 他这个 我们插队的都算工龄了 所以我们才有这一点 退休 要不要不要 五千多万 五千 大概五千三万 五千四万 年假了 我退休的时候 还是到一千万 年假了十二年 十三年 也是年 年年假 年假了十二年 十三年 现在有一万块钱 退休金的人很多 按机并拿的 就是属于公务员一类的 退休费货口 最起码八千 你们是谁企业? 企业们按 叫养老金的时候 企业好的 加的多一点 那么退休金多一点 但是公务员的 不是不加出钱 它算起来的比例就不一样 所以现在 以前不是烤工员 就是 拼得没有就烤工